今天要给你们老板上一课 嗯 哈喽朋友大家好 一个让助餐老板 色色发的难救 全国挑战200家助餐 今天咱们来到了郑州 到郑州第一天 就找到了一家稻田蛙自助 70几块钱一位 不包括锅底 又是一个冤种老板 咱们已经进来了 他这边是79一个人 然后锅底的话是38 哎你好可以点餐 79一位就是鱼蛙全部都可以点的 就加多少都可以的 好行 今天要给你们老板上一课 第一锅的话蛙给我下40只可以吗 能下得去吧 你会厨师能下多少 第一锅给我下多少 下的满满的 第一锅太少了能多来一点吧 稍等一会稍等一会 第一锅都好吃 这样就得劲了啊 吃牛蛙就得有这样的节奏 看到没 第一锅就得多 哇塞 这个牛蛙看得太有食欲了 看这个蛙大夫 诱人嘛 大方说过 只要每去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 但凡有这个鱼蛙自助 就必须得尝一下 到底是成都的好吃还是这边的好吃 首先蛙肉非常清洁 很嫩 这个味道比沈阳的要好吃 老猫 他这边的美蛙自助 弄的味道 其实还是挺接近四川的了 哇很嫩 这个味道弄得刚刚好 不会太咸 辣味也刚好 看这个健碩的小腿啊 实在太诱人了 对吧 吃这个牛蛙还是得用这个盘子装 这么装起来看着都有食欲 这牛蛙上面这个嫩骨也好吃 对 我这个肉好嫩啊 为啥 好嫩好嫩 嫩得跟豆腐一样 哎 这么吃好方便啊去 看这个巴巴腿肉 看这个巴巴腿肉 其实 我这个年纪 写下了醒了 却依然 坚持梦想 一段话 没输光 就能绽放 哇漂亮这个腿 太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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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哎你好 幫我加四十隻娃娃 幫我加四十隻 啊鍋裡面都沒有了撈完了 我還我還有一個人還沒來呢 加四十隻 對 哦鍋放不下鍋放不下是吧 那你給我加三十隻呗應該能放下吧 哦 哦二十隻也行 哦 那我先拍完哈 哈哈 嗯 一撥還是吃你啊 會不會 麻辣火锅你也吃不了 我以为你有痣疮吗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一直很想请说阿姨没办法 特别做菜都不行 都不放辣椒 虽然和人这边不说煮辣的那种 但他这边的菜的口味也都会带点辣 现在炒菜都会放辣椒 那你们平常怎么吃饭 外卖 外卖 不能吃辣椒真的会缺少一种乐趣 哇好爽啊 我觉得它没辣的锅里还不好 那小朋友还吃得好好的 我们从小就没有吃辣椒 辣的就吃得很难受 对你说当时能吃一点 但是吃完就很难受 我提前跟我同学说我今天要来郑州 他昨天直播到今天凌晨8点钟才下播 知道吧 真猛 哎呀 厉害厉害 你看我吃你不馋吗 还好吧 这种比较辣的东西我吃挺囊不了的东西 我就觉得不太 但你要等我说是五香的 我就我就我就就那种 我比较喜欢吃那干锅的 哦 干锅田鸡我比较喜欢 这个好嫩 小的嫩 每天睡到下午四五点起来 要不要吃饭再开播 不吃就开播 基本上睡到我 我准时四点半 胡同开播也是很拼的知道吧 真的很拼的 呵呵 来郑州几年了 四年 真的四年了 哎呀 19年 19年3月 19年2月底3月出来的 口罩前几个月 口罩前几个月 口罩前一年 干直播挣了钱了呢 你的号现在估值多少钱 有没有1000个W 没有啊 大几百个是有的 五六百个 五六百个 小姐妹你们敢想一下吧 一个游戏号 价值大几百万人民币 顶郑州两套吧 三套能买吧 郑州现在房价套 北岸在哪 应该应该 我来的时候应该是一万吧 现在可能一万三五 就是我最后来 那能顶三套多一点 呵呵 这个同学 是从小就很喜欢玩的 知道吧 你不能说人家不干正事吧 但他不干正事也挣钱 呵呵 奇惨知道吧 真的 小的时候都不爱上学 咱们没都没读高中 我读了半年 都是初中毕业的 兄弟们我再吃两口 吃完我 跟我同学一会出去玩 好了朋友们 这期视频拍到这里了 喜欢大帮视频的 记得留言关注 我们下期吃产见 拜拜